社区地下室出入口飘散浓浓黑烟 消防队员全副面罩进入地下室进行抢救 看到浓烟往上窜 见百位住户纷纷独门而出 跑到户外安全地点 安乐区一处集合式住宅 17号上午7点发生火警 疑似地下室机房内的变电箱起火 引发火事 虽然机房人员及时发现 试图扑灭 但闷烧相当严重 那边县长处理就马上撤退了 火事控制之后消防队员进行排烟 但浓烟太大地下室的冷静度不到一公尺 就在过程中一度传出消防队员的无线电没有回报 指挥官当场下令队员全部撤退 其中仍岸分队一名队员被其他同伴摻扶出来 索性经过休息没有大碍 我们现在是地下室火警 那虽然民众已经是扑了 但是他在地下室的烟都没办法排掉 那我们就是付水线要进去做排烟 那因为它是配电板 发电机的配电板 同仁也不敢直接一直涉水 怕有触电 那现在排电已经断电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水去做攻击 那地下室因为都是浓烟 所以同仁在地下室的时候 也是心里会害怕 所以我们指挥官的部分 还是以同仁的安全为第一优先 跟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跟在一起 就两个两个跟在一起 那只是无线电我们在呼喊的时候 他一直没有回应我们担心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当下就是请他们人员全部撤出 因为烟实在太大 而且他一直不断的覆烧起 不过好在说现在是早上时间 所以说大家的警觉性比较高 所以说所有的住户大家都有疏散 然后也有特别的通报 所以说比较没有像是 如果说发生在半夜的话 就会比较不好一点 传出火警的社区是集合式住宅 还好火警发生在上午7点 正值上班时间 民众警觉性高 纷纷逃到户外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至于真正的起火原因 仍有待警消进一步调查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